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恒他今天啊 已经跑了二十圈了 这跟谁较劲呢 在跟他自己较劲 小小 小小 风鸣是不是又去赛车了 我联系不上他 我好担心 星星 你放心 我去帮你抓他 我去 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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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衣 喂 喂 知道了 佳衡 妈 趁热喝了吧 差不多了吧 什么差不多啊 已经一年了 我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想出去 请您 不要再干涉我的自由了 我也是为了你好 你做的是心脏手术 不能做剧烈的运动 我怕病情再次复发 你们真的很喜欢安排我的人生 你说什么 我要出去 佳衡 我想死你了 你这儿真是太远了 我俩看你一套真是太不容易了 你这儿真是太远了 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怎么样 好不好看 这是我设计的第一条裙子 是你的新预色 你要是穿上这条裙子 一定是整条街最靓的仔 快 来 哦 对了 我给你唱首歌吧 你看 我还带了你最喜欢的吉他 这 弦怎么断了一根 谢谢 肯定是 安检的时候被碰坏了 谢谢你别急啊 等我 老板娘 我还是要这个吧 好 我拿个新的给你 对了 你有没有那个 马尔廷木吉他的琴弦 好 我帮你查一下 月期点还有保安 很高级 你好老板 请问有马尔廷木吉他琴弦吗 不好意思啊 最后一套琴弦 刚被这位先生买了 你 你 我 老板 真的最后一套了吗 真的 不好意思啊 不用找了 这位兄弟 咱商量一下呗 能不能把这套琴弦让给我 这套琴弦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我已经跑了好几家店了 我都没找到它 能不能把这套琴弦 去 这样吧 我给你二百 二百让给我 行不行 二百 手放开 不是 四百 四百总行了吧 六百 六百很多了 真不能再多了 求求你了帅哥 商量一下 商量一下 好吗 不是 我 这位大哥 这位大哥 此人商量商量 我是从中国重庆来看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的 知道琴弦对他来说真的很有意义 这样吧 我不需要一整套 一个儿就行 让开 不是 你考虑考虑吗 六百块 六百块已经很多了 哭着 怎么还应 пр 왜 los Charging 首先 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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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生气啊 我知道 这不是你平时用的那个琴弦 但是你知道吗 我碰到了一个新加坡木瓜脸 他连根琴弦都不肯让给我 他凶我 简直就是个变态 星星 我要走了 这把吉他 就留给你吧 在天堂 你要写出更多更好听的歌哦 明年再来看你 加油 走了 来 来 来 兄弟 你至于从墓地偷一把吉他吗 吓死我了 我说了多少次 是借不是偷 这把吉他 跟我梦到的那一把一模一样 我需要它 来寻找答案 你找什么啊 你又不会弹吉他 开玩笑吧你 你不明白的 随您 来 干杯 我先拿来 我搭电 这把你的把劲 挑变了 我没办法 你们却起来 我来 好 你看 你这把我折断了 你了 出来 你了 那 那我的吉他呢 让他们拿 走了 你们的房间是九零片 您好 您好 电梯在右边 谢谢 余小姐 您的入住手续已经办好了 霸凌三号房 右边走就是电梯 谢谢 不客气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来到 Mr.潘的Dream World 无聊 干吗 有意思吗 你有意思吗 兄弟 自打你手术之后 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这么重要的日子 总得庆祝庆祝吧 我不喜欢这些 那你喜欢回家跟你妈 你姐待着吗 好不容易逃出他们的监视 还不放松一下 来来 走了走 站这儿 洛 你准备了吗 音乐 那边 你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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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 快跑 我快跑 你快跑 你快跑 行 来 这人挺好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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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帅 来 来 起票啊 来 快来摊舞 小姐姐来了是吧 这儿 这儿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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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你迟到了 发酒 我 你认错人了吧 我是 我是住巴黎三的 嘿嘿 我住旁边巴黎三的 你们这儿声音太大了 影响到我休息了我 能不能把声音管小一点 什么 你想喝一点 你肯定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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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很药 你肯定是吗 早 你肯定是吗 我肯定在哪儿 如果可以 你肯定是吗 怎么样啊 兄弟 你的重生中年派对 你双尾巴 谢了 兄弟 小事 对了 我刚刚认识了一个姑娘 她说话特 特别快 哒哒哒哒的 我都听不清 你不是说是朋友剧吗 还有刚认识的 不是 是 好了好了好了 你喝多了 别说了别说了 白薪儿 木瓜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就是我梦中的那个女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是谁 是跟木瓜联走了 她不会是个变态吧 先生女士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 退房 是一起劫还是分开劫 分开劫 一起劫 我又不认识你 凭什么一起劫 就当做是昨晚的赔罪吧 你不提还好点 昨天晚上的事 是用钱就能解决的吗 我很抱歉 现在抱歉有什么用 昨天晚上折腾我一晚上没睡着 你们折磨的不只是我的身体 还有我的灵魂 笑什么 不是 我 我跟她 不是 你们误会了 不是你们想那样的 说 还是我结吧 不要 干吗一起 要不 就一起结吧 必须一起结了 抱歉 不关脸 你个大男人 是不是经常出门不带钱 第一次 你打算怎么还我钱 跟我回家 取给你 跟你回家 我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对我怎么样 手机 回家 回家取了钱 立马转账给我 不然 小心我报警 转账之前 不准把我删了 不然 我要你好看 很凶的 我说兄弟 你这位漂亮的国际友人 应该是被你得罪了 这不就是我梦中的房子吗 送我去个地方 算你还有点儿良心 白白了你那 他把我删了 这位姑娘相当有性格啊 你的客戏 我看你的车 你们是不是废物啊 人都可以跟丢 家衡一夜未归 一个晚上都没有吃药 他身体的状况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该怎么办 是 知道了 骆总 少爷在机场 机场 家衡在机场 怎么会这样 你们马上把他带回来 如果他不回来 绑一摇绑回来 是是 雨薇 我已经到机场了 你别忘了来接我 你要是敢忘了 你就死定了 兄弟 你需要的东西 我全都给你准备好了 但是我话说在前面 是你自己要离家出走的 你别拖我下水啊 你们洛家我惹不起 放心 有事 我背了 好 你说的啊 别了 到了重庆 记得替我向戴云熙问好啊 走了 一路顺风 你好 你好 拿铁 重杯 少冰 多加糖 好的 你好 你好 拿铁 重杯 多冰 不要糖 好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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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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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到了 我知道了 别催了 来了 你好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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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好 餵 知道了 笑笑 哥 回来了 你借个鸡都能迟到 真服了你 路上堵车 我吸你一个股 你就是打麻将去 没有 健身去了 好了 走 好的 骆大少爷 你吓死我得了 两年不见 胆子怎么变小了 我可没你那么大胆 一言不合就离家出走 我做不到 不欢迎我 好久不见 欢迎来到重庆 家豪 上车 好 谢谢 哥 刚才咱爸打电话说 一会儿要去成熟火锅店吃火锅 所以先接下陈锋鸣 那我不去了 我可不想看见陈锋鸣那张丧气的脸 我每次看见他我打麻将我就没赢过 要啥不来啥 你还说你刚才你还说你刚才没打麻将 就你那排气 见不见他都赢不了 反正我不去 我一会儿 我 我去见个大导演 行行行 您是大明星 您见大导演 也没见你演个正儿八经的角色 你还真别不信啊 这次就一大导演 我都已经拒绝人间两次了 再不去就太高调了 你懂的 做演员要低调 我信你个鬼 怎么样 家豪 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一天二十四小时 除去睡觉 我基本上都在这儿 一点都没变 你变得挺多的 以前 你哪有这么深沉啊 看完了没有 骆大少爷 我这个合同条件 真的是最好的了 怎么样 和我合伙一起创业 天起来是不是超级好 其实你根本都不需要我 也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我这次来 是有其他的理由 请进 带走 这是瑞克设计公司的团队资料 您看一下 还有 供应商的面料送过来了 陆总监特别不满意 想请您去看一看 家豪 我 没事 你去忙吧 行 那你等我 嗯 你啊 我们回来 你去忙吗 收到 余小小最有劲 余小小千球永远拿冠军 差不多就能老千要不要了 余小小最漂亮 怎么样 饿了吗 带你去吃大餐 也对 你是该请你这个新的合伙人 吃一顿大餐了 你签了 走啊 请你吃大餐 合作愉快 走吧 陈丰鸣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给我开门 陈丰鸣 你再也不开门 我可使用暴力了啊 陈丰鸣 你个臭柱子 我真是 我 我说 陈丰鸣 喂 嘉欣啊 你说她飞去重庆是干什么去了 她是不是去找带盈兮啊 要是真的去找她 那我相对还放心一点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相信应兮肯定能照顾好佳恒的 我一想到她的身体我就 佳希 你那边的工作忙完之后 先不要回国了 你直接飞去重庆 把她给带回来 等她的身体好了之后呢 我们才撮合她和带盈兮 好的 妈妈 您放心 我已经订好去重庆的机票 我会安全地把佳恒带回来的 好 我真的是老了 当初佳恒反对 和鼎升集团的投资协议 现在公司变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我的失责 不是的 妈妈 您别自责 虽然现在公司遇到了困难 但是您还有我和佳恒啊 佳恒作为公司未来的接班人 是时候承担起责任了 还好有你在 佳恒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 希望她能够理解 我明白的 您照顾好自己 妈妈再见 好 你个臭柱子 你为什么不去新加坡 我机票我都给你买好了 不想去 不是你 算了 程叔让我借你去火锅店 说一块吃个饭 不去 不是 一块吃个饭又怎么了 你爸和我爸都等着咱俩呢 我说了 我不去 好 好 你不去是吧 你可别后悔 那 你吃了 你可怕了 你要吃了 你不能吃了 我不是我吃了 那你会吃了 你不去吃了 你会吃了 你会吃了 你不去吃了 你会吃你吃了 你是什么 怎么吃是 傻小子 赶紧给肖肖端过去 肖肖喜欢吃这个 每次都吃一个 老程 我下午买那西瓜 你给搁哪儿了 来了 来了 看我回去收拾你 我这一来 你就把我拉到后厨帮忙 还说什么 你的后厨休假了 我看你啊 贼心不死 老玉 两个孩子羞涩 咱们大人 少跟着掺和 这套 钱 哪里 哪里 他 家里 呃 快点 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